江西干江新区一宿舍楼坍塌至四人死亡 原因还在核查中 11月22日晚6045分 江西干江新区新崎州管理处 国药北大道原白马庙制药厂一直公宿舍楼 发生局部坍塌 坍塌面积约430平方米 经救援人员连夜搜救 截至23日凌晨4025分 四名失联人员已全部被搜寻到 经医院却任 均无生病体征 现场救援搜救工作结束 目前工作重心全面转入现场出现和善后工作 坍塌原因还在进一步核查中